美国处心积虑的打压未见得救人作效 正如阿斯麦首席执行官温宁克所说 如果荷兰不向中国提供高端光刻机 迫使中国自主研发 一旦中国实现突破 阿斯麦就失去了中国这个大客户 荷兰的芯片业专业人士说得更直白 阻止阿斯麦向中国销售EUV设备 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伤害中国企业 但从长远来看 这是微不足道的 美国能够阻挡5年还是10年 如果美国想要保持 它在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 它需要跑得更快 而不是一直试图阻止中国 在科技日报评选出的 2022国内十大科技新闻中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 关于我国芯片领域的新突破 清华大学人天令团队 利用石墨烯薄膜作为山脊 首次制成山脊长度最小的晶体管 其等效的物理山长仅有0.34纳米 成功突破了1纳米以下 山长晶体管的技术平静 2022年 长江存储又宣布实现了 232层3D NAND的闪存量产 成为了目前全球第一个能够实现 200层以上3D NAND量产的厂商 接着又从长电科技传来好消息 中国芯片已经成功实现了 4纳米高端手机芯片的封装 与此同时 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也传出好消息 华为公司在EUV光刻技术方面 也取得了新专利 这项专利涉及EUV光刻机的反射镜 光刻装置及其控制方法 意味着我国在高端光刻机领域 又有了新突破 美政府再对全球芯片供应链出很招 美拉隆 荷兰及日本 经过多轮地位协商谈判 就限制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 出口到中国达成神秘协议 三国为何对此都秘而不宣 这项针对中国科技发展卡脖子的措施 是否就真的能让美国受益 美拉小圈子高对华技术冷战 中国外交部对此回应称 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 武器化 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 滥用出口管制将制造混乱 影响效率和创新 企图堵别人的路 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 一直坚持不对华芯片进行出口管制的荷兰 是否会迫于美国压力选择妥协 荷兰阿斯麦公司CEO温宁克之言 在美国的压力下 我们失去的已经够多了 为何荷兰芯片企业高层直呼对华限制是徒劳 面对美国企图筑起的科技高墙 中国科技企业将如何自主创新 奋力突围 美国拉拢盟友日本共同遏制中国半导体发展 沉寂多年的日本芯片产业为何被美国相中 被拉上牵制中国发展的战车 日本多家芯片公司正在突破两纳米技术 失去中国市场 未来的发展是否蒙上阴影 那在这个问题上相比日本的相对积极 其实荷兰呢一直是比较消极的 在去年的12月包括今年1月荷兰的经贸 还有这个发展合作大臣也多次的表示 不会完全照搬美国的政策 不会盲目的跟随美国的政策 但这次还是跟日本联统美国签署了这样一个协议 荷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荷兰首先是一个小国 小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当中的地位 虽然想争取独立 但实际上常常不得 荷兰当然在产业上来说 并不是那么多元化的 因为毕竟是个小国 而芯片生产的基本设备 光刻机 可以说是荷兰重要的一个出口产品 因此从国家的国际市场利益和 像阿斯迈这样重要的光刻机生产企业来讲 当然不愿意从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中国市场退出 但是小国毕竟是小国 我们有一句同俗的话 虽然被批评 但是有道理的 叫小国或者弱国无外交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它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力 实在是很有限的 荷兰要选变战的时候 无论是荷兰的贸易工业大臣 还是是阿斯迈的CEO 都不得不 痛苦的选边 那我们知道此前 美国是不让它卖给中国EUV 现在据说是 比较老的那一代的这个DUV 可能也会在限制出口的这个行列当中 刘先生您就怎么分析 我觉得这个问题分两头来看 一方面呢 是河南迫以美国的淫威 不得不服从美国的要求来 这个选变战队 这是前面两位已经分析的 但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也存在一种可能性 就是比如说将来的这个河南 这企业啊 它更多的选择自己的技术专利 因为它现在受美国制裁 主要是它的这个阿斯麦机生产的这个好多这个光刻机 用的是有美国的专利在里边 那么将来我就不再用你的 避开你美国的这个专利技术 完全是搞自己或者搞其他国家的技术 比如德国的日本的技术 这样呢 我就绕开你这个了 这样呢 美国实际上就逼出了一个独立自主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道路 中国呢 是阿斯麦公司在全球的第三大市场 2022年的时候 对中国的这个销售额达到了21.6亿欧元 非常的大 这个数字 占其总收入的14% 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市场 荷兰新冠情愿呢 会放弃吗 他肯定不愿意 刚才老师都提到 谁都跟钱没有仇 但是我们得搞清楚 荷兰这个光刻机它怎么来的 我们严格讲 这个光刻机不是荷兰制造的 这是荷兰组装的 那么为什么在DUV阶段 荷兰其实是三分天下中间的三分之一 到了EUV阶段 它是一家独大 这个根子是它跟美国结盟 那个EUV的光源 美国只供给20秒 不供给什么日本的其他国家的企业 所以理解这个东西就知道 为什么美国的影响力这么大 因为美国如果不愿意 不想来提供这个东西 它的最新的光刻机 它就会停产 这就反向制约 就制约了这个荷兰 所以在这个背景 再来看 对中国的出口当然重要 它当然不想放弃 但是美国想限制的 不是这个百分之十几的全部 是这个百分之十几里面 高端的DOV 大概在14纳米左右的这个部分 那么落后一些的像48的那些东西 它可能不限制 就最终影响的可能是占百分之几 那这样的河南感觉到 想了想 也许还是可以接受的 刘先生压力越大 反而会倒逼中国发展自己的 这个芯片制造产业 这一方面我们会突飞猛进 这种 我们的这种力量是来自哪里 我觉得来自中国人的本性 或者民族性 我们的民族是过去 一致是世界的文明古国之一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来看这场争论的话 我觉得我们汇语起来 就是中国人在这个 落入强失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世界里边 在这个对中国采取这种打算 我们唯有自己靠自己的力量 来取得我们的应有的地位 这会激活了中国人的这种意识 这种意识我认为是应该肯定的 如果不去肯定这种意识 不去弘扬这种意识 我们会永远的被别人给自主 有人把美国的芯片站 比作冰箱装大象 那中国这样一个大象 能被装进冰箱吗 中国未来要怎么解决 芯片卡脖子问题 自主研发还是走向合作呢 对中国来说当然是要有两手 第一呢 如果是对真正卡脖子的技术 而又不可从西方获得 那我们必须要技术突破 但是第二个我觉得更为重要 因为我们要融入世界当中 我们自己要有定力 我们是作为万国一帮 因此呢 我们对整个其他国家 先进技术来说 我们可以引进 我们可以合作 我们可以谈判 我们可以共赢 实际上呢 我们存在着两种前途 一种呢就是 继续推进国际化 全球化 但是这个呢 也会带来难以推进的一面 因为世界上已经在 对你形成一种打压包围了 你还在单相式的推进 这个全球化 实际上最后你可能 会越来越孤零 对于那些关键的是 别人给不了东西呢 我们要自己把它做起来 而这一点肯定出炉 别人 动别人奶酪 好 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先做好 把自己的实力做大做强 以我的实力来引导全球化